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早期教父 这个系列我们在之前几节课讲了一些它的背景 讲了一些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 那些帝王他们的一些政策和政治 并且在他们世俗权利和基督教早期产生的时候 他们产生了一些冲突 那么在这样的冲突中就会产生一些异端 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好的神学家 因为他们是基督教教义的奠基人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部分 讲早期的一些异端 以及整个基督教社会对这些异端产生了一些对应 一些反应 人类历史的文明它其实是动态的 它是像液体一样是流动的 因为人是自由流动自由活动的 所以呢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 我们也是有联系的 是有关联的 不是单一的 不是割裂的 我们看待人类的历史 必须要尽力的去还原它当时的状态 这样呢我们就能够理解 当时它为什么会产生 它为什么会消亡 任何一种文明它都是有它的原因 也会有它的走向 所以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呢 我们是动态的 不是割裂的 所以我们在学习教会历史的同时 我们也会学习教会所处的时代的背景 那个就是世界的历史 因为世界历史是教会历史的底层色彩 任何脱离世界历史 而来看教会历史 都是不全面的 也是不客观的 所以我们其实圣经里面 就已经给我们方法论 我们看待历史 就应该像罗马书第八章28节说的那样 那里说我们晓得 万事都相互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 任何事情都有互相影响的因素在里面 它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也就是我们这些信徒能够得益处 这里的得益处不是说我中个大奖 发个大财 这里的得益处 我们最终的益处是什么 是永生 是能够上天国 所以整个人类历史的相互效力 最终的目的就是这些奉神的旨意 被招的人 最终能够走完人类历史 能够最终进入天国 这就是圣经是给我们看待历史的方法论 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我们上一节课呢 讲到了受逼迫的教会 我们在前面是讲到早期教会 对吧 初代教会 然后呢 后来讲了受逼迫的教会 我们用启示录里面 主耶稣基督 亲自赐给使徒约翰的话 让他带信 写信给七个教会 这里面的其中一个 就是四美拿教会 他当时是这样说的 他说你要写信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 说那首先的 末后的 死过又活的 说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下在尖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勿要自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 对四美拿教会的定义 他的那种描述 特别接近于 那个公元一世纪末 二世纪初 到公元四世纪开头 那一段时间 就是整个基督教社会 教会都被压迫 被逼迫的这个过程 里面说会受患难时日 我们从整个罗马帝国 逼迫基督教的历史上 看到他整整逼迫了十次 所以他有一定的对应性 在这一场将近 持续了将近三百年的 大逼迫中 我们也看到罗马帝国 他也经受了三场大型的瘟疫 这个大型的瘟疫 整整死亡人数 据统计 说超过了六千万人 那个时代的人口 他其实出生率虽然高 他死亡率也很高 所以这个是当时的医疗条件 和农耕社会的结构决定的 所以这个死亡人数 对罗马帝国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也会对后期罗马帝国的衰亡 有着很大的 很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个三百年中 我们看到整个罗马社会 是从君王到诸侯 再到老百姓 大家是团结起来 反抗神 压迫基督教 基本上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运动 因为没有成本 你还有收获 你还能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 敬神是一种美德 所以压迫越厉害 就越说明自己的道德水平很高 因为他们相信的是罗马神 罗马的众神 所以我们从罗马的五贤弟 身上就能够看出来 对吧 那个反抗神和个人的品行 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好人和坏人 都是神的敌人 这个就是我们对好人坏人 对善和恶之间一个颠覆性的认知 和权力站在一起是人的天性 我们在后来的历史中会反复证明这一点 所以福音的到来是世俗之王 也就是撒旦最恐惧的事情 他会利用一切世俗权利和有罪之人的灵魂 来攻击神的仆人 这是人类社会的真相 罗马在这三百年里面呢 灾难频繁 瀕临破碎 越是倒霉 他们越要逼迫基督徒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由于基督徒不够尽钱 不够尽钱的去拜他们的众神导致的 导致他们的神愤怒 这个和犹太人的观念是一样的 他们定死基督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基督僭越了神 根据旧约先知的书和摩西的律法 这种行为 说自己是神的儿子 这种行为是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 所以他们要定死他 这就是人的逻辑 这也是人的局限 那我们人岂不是很绝望吗 那对的啊 我们人其实挺绝望的 那怎么样才能打破这个怪圈呢 圣经里面给了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看见 要瞎眼的能看见 这谁才能让我们看见 基督 让我们看见 所以罗马后来的归正 很能说明问题 罗马后来为什么会有米兰色令 就是君斯坦丁大帝 他看见了 他看见什么 他看见了十字架 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 在本体论上 人是不可能去认识神的 只有神让你看见了 你就能明白了 你就能得救了 否则人是有自己一套很自洽的逻辑的 根本不可能走得出来 君斯坦丁看见了 后来的法兰克蛮族 克罗维也看见了 他们两个人信主的方式很接近 我们以后会讲 所以人的得救完全是神的作为 我们只能在历史中等待神的时间 这是我们认识论的起点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讲到的 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的两场大逼迫 一次发生在尼路年间 一次发生在多米田年间 在尼路年间保罗和彼得逊到 在多米田年间 约翰被压迫流放到拔摩海岛 这是两场比较大的 这是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 发生的七场大的逼迫 其中还有一次是畏随 所以加起来一共是八场 加上前年一世纪的两场 一共是十场 这一切君王有好的也有坏的 但是他们大部分是比较贤良的君王 所以呢 一个人他个人品行好不好 和他对待神的态度 其实没有直接的关联 但是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两百多年 将近三百年的逼迫中 我们看到殉道者的血 是教会的种子 我们会看到他慢慢慢慢的 遍布全罗马 这是神在为他今后的文明历史 在做预备 我们以后沿着这个系列 我们会讲下去 这个罗马五贤帝呢 他出现在二世纪 这是罗马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 因为他是一个大帝国嘛 帝国多民族 他要统一 他其实是挺难的 但是因为这五贤帝的出现 他给了罗马将近两个世纪的稳定期 这五贤帝呢 他不是血缘关系 因为罗马的 他的聚存制 他不是简单的地长子聚存制 他是指定聚存人 所以他在一定的范围内 他有一定的选择权 这五位都是很厉害的 像图拉针 他是远征埃及的 像哈德良 他是远征大不列颠 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 有非常有名的叫哈德良长城 像安东尼庇护呢 他征服了小亚西亚 他还打那个安息帝国 马可奥热流呢 他是皇帝中的哲学家 他非常有名 写了一本书叫《陈思路》 他是很有哲学思考的 这么一个皇帝 他是后来打仗的时候 染上了瘟疫去世的 他在死之前呢 他想将王位传给一个军事家 结果人家没同意 所以他就传给了他的儿子 结果他的儿子呢 是很不像样的一个人 有点类似于像尼路一样的 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 接下去就开启了 混乱的三世纪 在公元一世纪末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使徒约翰 也终老在以佛所教会 对吧 然后接下去呢 他的那些门徒 就接下去继续的传教 这个时候呢 使徒后期就出现了一些非常好的 非常有名的一些 带有使徒传存的那些教父们 他们也是新约赤经的一些作者 这个呢 是早期的教父和信徒对逼迫的回应 因为那个时候 整个基督教会还处在地下状态 罗马政府不断地在逼迫 那么这一些教父呢 他就要写很多的一些 理论上的神学上的一些东西 去继续的去带领 去教导当时的 刚刚处在萌芽状态的教会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产生了大量的一些著作 这些著作呢 有些被天主教会 纳入到他们的赤经 我们大致地了解一下就可以 这些作者呢 这些赤经作者呢 他基本上 他的目的很简单啊 他就是要针对当时 教会所处的那个环境 他要鼓励当时的教徒 那也要在一些神学教导上 要归正他们的思想 因为那个时候 教会刚刚成立 因为是人的教会嘛 是罪人的教会 所以罪人就一定会将 他原来的世俗传统 和一些思想带进教会 所以呢 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早期的教父呢 就会在这些赤经里面 对这些行为 进行一些归正性的教导 当然他也记录了 早期教会的一些 日常的活动和一些思想 所以呢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 鼓励归正和记录 这些是耳熟能详的一些 赤经 我们大致的了解一下 他什么十二使徒遗训 我是没看过 那个格力免前书后书 还有巴拉巴书 伊格纳丢七书 类似于这一些 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去了解一下 有一些呢 是在天主教传统里面 是有的 但是因为我们是新教传统 所以我对这一些 我都不太了解 我们对其中的一些作者呢 大致做一下介绍 主要是帮助大家了解一下 那个时期的那些主教 他们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像这个伊格纳丢呢 他是公元三十五年左右出生的人 一直到公元一百零七年 所以他是属于比较早期的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 刚刚升天那一会儿 他就降生了 差不多是那个时间段 他那是安提亚教会的主教 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 他是跟着约翰 在那个教会里面 在塔亚努时期 塔亚努是那个公元一百年左右的王 在那个时期呢 他就被解压到罗马 要把他投到那个猛兽的那个笼子里 狮子笼里 他在图中 就是去罗马的图中 他写了这封书信 他是劝勉各个教会要坚持正道 要延斥异端 这些书信就成为新约翰经中的 那些叫伊格纳丢七书 他在信中呢 他表达了自己 切切的希望能够为主殉道 他里面这样写 他说 愿野兽急切的扑向我 否则我将激动他们 来吧群兽们 来吧撕裂我 来践踏我 让碎骨和断肢 都能够不惧怕的来吧 恶魔凶残的折磨 只能让我得着基督 所以他这个信里面 他表达的那种基督徒 根本就不惧死亡的那种态度 非常激励当时的在逼迫中的教会 这个叫波里甲呢 他是四美拿教会的主教 他也是使徒约翰的门生 他是在使徒以后 他是教会历史上 首先详细记录他这个训道过程的 这么一个训道者 在《新约赤经》中有一卷书是叫做《波里甲训道记》 里面非常详细的记录了他整个训道的过程 他训道的时候他那一年已经86岁了 当时呢那个罗马的执政官在大肆的搜捕基督徒嘛 就非常鼓励他们背叛他们的信仰 所以威逼利诱啊什么方法全部都用尽了 当时呢 那个有一天啊 就是他在夜里祷告 好像在睡梦中 然后他就突然之间看见他头下的枕头起火了 而且这个枕头立刻就烧毁了 那他半梦半醒的状态呢 他就醒过来 他就告诉和他身边的人 他说他认为他要为基督的缘故 可能会被纹烧在火刑柱上 他可能要受火刑 这是神给他看到的异象 结果三天以后呢 结果真的有人来逮捕他 他呢是愿意被逮捕的 但是当时的教会成员呢 就把他绑架到一个附近的农家去躲起来了 当时呢来逮捕的人呢 就贼不走空嘛 他们就抓住了当时两个男孩子 就拷打他们 结果其中有一个呢 就供出破滤甲藏身的地方 那然后到礼拜五的晚上 他在楼上在祷告的时候呢 就传来了马提森 他就知道是逮捕的人进了 那有人劝他躲到别的地方去啊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有时间可以逃脱 他就拒绝了 他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结果当那个罗马的人来的时候呢 玻璃甲就从楼上下来啊 和他们谈话 态度呢是喜乐安详的 那逮捕的人是不认识玻璃甲的 那就现在看到这么一个庄严稳重的一个老者 他就来就问他 玻璃甲是在哪里 他说我就是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当局要这么紧张 抓一位这么和蔼可亲的老人 结果玻璃甲呢 知道他们的来意以后呢 就立刻叫人预备饮食 说你们路途遥远 也很辛苦 你们先吃吧 你们就尽情的吃喝 给我一些时间 我要做祷告 你们不要打扰我 结果呢 这些军兵就同意了 他就上楼去祷告 满有神的恩典啊 使别人听到的人都很惊奇 他当时呢 就提名为所有关心他的人祷告 从小到大 不分贵贱 一个都不放过 然后呢 他也为全世界的教会祷告 最后也为来抓他的人祷告 到出发的时候呢 他们就给他骑上驴 带到城里 然后到城里以后呢 当时的护民官西律啊 也叫西律 和西律的父亲 让他同坐上车 因为看他年纪大了嘛 然后就劝他 他说你就说一声 凯撒是主不就行了吗 并且献一个祭 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损失 你有什么要紧的呢 你一定要这样做 结果他起初呢 是静默不言 他们继续吹他的时候呢 他就回答 他说我绝不照你说的去做 结果他们看他这个样子 这么硬啊 就威胁他 并且把他推下车 本来是跟他坐一辆车的 就把他推下车 但是当时他的小腿就伤了 但是他还是 好像没事情一样 欢欢喜喜的就跟着 解压他的人 进入了运动场 在那里呢 就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啊 这个时候呢 从天上传来声音 对他说 Polyjaya要坚强做大丈夫 没有谁看见他讲话 也没有听见任何人在讲话 但是当时现场 有很多人听见那个声音 有些人没听见 但是也有很多人听见 所以有些他们就认为 这是神在鼓励他 所以后来呢 那个整个过程 他是挺那个的啊 就是一直那个总督 也不想杀他嘛 就一直劝他 你那个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们就放你啊 他说你 你就说一声 打倒无神者 那打倒无神者 是可以的呀 对吧 因为Polyjaya是有神的人嘛 所以他就 他就想了想 叹了一口气 他就举目望天 他说打倒无神者 结果总督说 不行 你还要宣誓 要辱骂基督 我就释放你 那Polyjaya就说 他说这86年来 我侍奉他 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我怎么能够亵渎我的王呢 然后总督呢 又劝他 他说那你向凯撒宣个事吧 然后Polyjaya说 他说你一直要我向凯撒宣誓 这是徒劳的 这表示你不知道我真实的品格 现在你听我公开的宣告 我是基督徒 如果你想学基督的教训 你定一个日子 你可以来听 我讲给你听 结果总督就很生气 他说我有很成群的野兽啊 你如果不悔改 我就把你丢给野兽 所以Polyjaya说 他说那你就把野兽叫过来好了 他说如果我从好转成恶 那是坏事 我不做 如果是离开恶向善是好事 所以呢 总督说 他说那我就用火烧你 结果我们知道了 他就被火烧死了 而且关键是他在烧的时候啊 刚刚放在火形上烧的时候 那个火焰形成了一个拱门 形状就像风帆一样啊 就像墙壁一样的围绕他 根本就没有烧到他 这个也是很奇怪的 所以当时的那些旁边的人 看到火焰烧不了他 然后就用一把刀 刺入了他的身体 那些血喷出来的时候呢 就把一些火焰给熄灭了 Polyjaya那个时候呢 就死了 所以他的整个过程啊 就是包括当时在边上 看到的那些百夫长啊 什么的 就特别的敬佩啊 就有点像那个 在十字架下的那个百夫长 说这真是神的儿子 同样他们的行为啊 像Polyjaya的行为 也让在旁边 看守的那些罗马的百夫长 也产生一些敬意 所以他后来就 允许基督徒收集他的骨头 把他庄严的安葬 这本黑马牧人书的作者呢 就比较有争议啊 因为黑马是一个笔名 但是呢 大部分神学家呢 都认为他本人可能就是 罗马祖教庇护的兄弟 苏中的人物 黑马呢 原来是一个基督徒的奴隶 被卖给了一个叫罗底的贵妇人 后来这个贵妇人呢 就释放了他 他呢 看见了许多异象 天使呢 就出现 为他解释这些意象 和比喻的一些意思 促使他深切的认罪悔改 这是一部几乎被纳入 圣经正典的教父著作 也是《新约赤经》中 篇幅最长的 它的体裁 有点类似于旧约的 《撒加利亚书》 或者是《新约》的《启示录》 充满了非常奇异的 意象和比喻 很受古代教会的重视 所以呢 这本书呢 我是没看过 但这本书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拿来看一下 当时的罗马政府 和那些崇尚众神崇拜的 异教徒 他们不但逼迫基督徒 他们也攻击基督教信仰 因为他逼迫基督徒 他就要为自己 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因为他这种逼迫 他必须要有正当性 所以呢 他们就攻击基督教的信仰 他们捏造了许多荒谬的故事 来控诉基督徒的罪行 并且误传基督教的教训 他要丑化基督教 那为了回应这一类的攻击 就会有一些基督徒来写书 来为基督教辩护 这个呢就成为当时的护教士 护教士呢 他基本上不是神学家 而是那些忠于基督教的思想家 向教会以外的人 做一些理性的辩白 我们要注意啊 护教士是对外的 向教会以外的人 为基督教做辩护 这个和在教会里面 归正神学教义 是有传播对象上的差别 那个对内的那些神学家 他是在教会内部归正信仰的 护教士是对外的 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的人 都叫做护教士 对内的是神学家 对外的是护教士 当然也有很多很优秀的神学家 他们同时也是非常优秀的护教士 这只是定义上的差别 在外延上 他们是可以重复的 我们这里呢 就会先介绍一下 一个叫殉道者尤斯丁 他是当时很有名的 那个 是为基督教做大大的辩护 当时他这个人呢 是出生在撒玛利亚的四建城 父母都是异教徒 他呢是学哲学出生 所以他信主以后 他仍然是以哲学家自居的 他是一个最出众的护教者 他也是第一位将信心和理性调和的信徒 他认为基督教是一切哲学中最正确的一种 因为他自己是哲学家嘛 所以他就认为基督教也是一种哲学体系 这个就是他的局限性 这个我们不能够这样去苛求人家 他能够有这样的认知 在当时的社会是已经非常难得了 他是在以佛所进修旧约先知书的时候 信主得救的 他自己后来描述他当时得救的情形 他说 顺时一道火焰从我心灵深处点燃 一股对先知与基督的爱流淌 他们所传讲的才是万物开始于终结的最古老 最真实的解释 这是哲学家们都应该知道的 因为这些先知被圣灵充满 荣耀了造物主万物的神余父 并宣告真神之子耶稣基督 我发现唯独这种哲学 才是稳妥而有益的 这是他当时写的 我念了一下 他在公元165年 在罗马被鞭打以后斩首 所以后来死学家就称他为殉道者尤斯丁 他当时呢 他说我们不求别的 只求为主耶稣受苦 因为在基督审判台前 这将带给我们救恩和喜乐 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大致的介绍一下 当时出现的一些异端 因为有很多神学体系啊 对这些异端 他都有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描写 特别是他的来源啊什么的 他都可以追溯到很远 我们在后面看到 层出不穷的异端 其实都没有逃离 这几种大的归类 他们其实从使徒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在这一张图里面呢 我们大致的列出了 那个异端出现的一些时间 和大公教会成立的时间 我们把它列在一起的目的呢 你就可以知道 大公教会的出现都比他们要晚 所以很明显的啊 是先有一端 再有教会 再有大公教会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任何的事物产生 它都是有原因的 叫大公教会也一样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 社会制度 或者法律规范 都是在人类历史中的特定时期 为了解决新出现的一些特定问题 而产生的一种回应 这是我们看待历史的出发点 你知道这一点呢 你就会将历史串联起来看 不是割裂的看 你就不会产生非常极端的想法 会更加包容 更加理性 也更加客观 这里呢 历史最悠久的是 诺斯底主义 这个出现得很早 是在初代教会的时期就有了 所以保罗在 《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也提到 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提到 都批评过这种 萌芽状态的诺斯底主义 后来呢 又出现了马吉安派和蒙塔努派 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小派别 都自认为是基督教派 但是有很多是 连信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基督教只是 他们给自己戴的帽子而已 所以我们这里就 不会再一一列举 作为早期教父们 也不可能一个一个的 去把这些成熟不穷的派别 去进行逐一的定义 所以呢 他们就想出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不定义 什么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可以定义 什么是正确的 这是他们的方法 所以他们就制定了一套 神学体系和信仰教义 然后呢 就向所有的教会开放 你如果认同的 那你就是我们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 你如果不认同 那你就不在我们的这个体系之内 用这种方法呢 就大大简单的认定程序 也给世人一个参照意义 所以呢 大公教会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 大公这个词啊 就是Catholic 意为普世啊 现在我们叫Catholic 那个时候它是拉丁语 那后来就成为正统的同义词 它产生大概是主后170年左右 它是一个遵循主流正统教义的 众教会的一个结合体 所以把它叫做大公教会 所有没有被列在这个结合体之内的 让他们自己想想自己对不对 所以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起 不同意大公教会教义的异端 就一直被排除在大公教会之外 成立他们自己的小教会 所以这是大公教会的来历 这个诺斯迪主义呢 又叫零字派啊 它的主要的 它的主要的那个教义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特别崇尚希腊哲理的 所以它呢就聚成了希腊哲理的一些 他们自己认为是精华的部分 比如说那个二元论 它认为零是善的 物质是恶的 因此这个世界是恶的 人呢 必须禁欲 你禁欲嘛 因为那个欲望是恶的嘛 所以你才能够在灵命上有所成长 这是一个极端 你就可以摆脱物质的控制 但是呢 另外一个极端呢 它说你也可以重欲 因为既然这个 那个人的肉体 是物质的 物质是恶的 但是人的灵是干净的 人是灵是善的 所以说你的那个恶 你对你的善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你肉体上可以重欲 反正灵和物质是无关的 这是二元论的两种极端 还有一种呢 叫发散论 就是至高的神 他会发散出一连串的灵体 那最低界的灵体 就成为造物的神 他会创造出物质和世界 以及人 因为他既然已经定了二元论 就是物质是恶的 那么神创造物质 神难道是恶的吗 当然不可能 对吧 所以他就把至高的神 和下面的低阶的神分开了 就是造物的神呢 是档次比较低的神 所以他创造了比较恶的物质 和世界 和人 这是他们的发散论 还有一个呢 是幻影说 因为物质是恶的嘛 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 他成为了肉体的人 所以呢 主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幻影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你看他没有办法 他既然他要相信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 所以他们为了解决 灵和肉体之间的矛盾 他为了解决自善的神 和罪恶的人之间的矛盾 他就有各种各样 成出不穷的理解 而且他们此外 他们还主张 说人得救 是凭借着一种非常神秘的知识 这个也很奇怪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 这一派呢 就是约翰 使徒约翰在他书信里面 所驳策的那些对象 我们在格林多前后书里面 也看到 保罗责怪他们 有些人不是中狱啊 干嘛 那格林多那个城市 是很很很 淫乱的一个城市啊 他因为他是个港口城市 他是个码头城市 他里面有很多那种 水手那些工人 体力工人 他是非常粗俗的这么一个城市 所以为了归正他们当时的行为 和他们对这些信仰上不正确的理解 才有了格林多前后书里面的那些教义 马吉安教派呢 他有点像林治派啊 他有点诺斯底主义 但是他又有一些变异啊 他这个人呢 是出生于本都啊 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传主 他搞运输的 他曾经呢 大量的捐钱给教会 广行善事啊 但是后来因为传讲异端 他又企图改革信仰 就被逐出教会了 我们知道那有些有钱的人啊 他给教会捐钱 他就认为他对教义有发言权 这个是从古时候就开始了 然后他就不服气嘛 他就自创了一个教派 而且自己封自己为主教 他认为呢 旧约的神是一个 易变的 任性的 无知的 专制的 残酷的神 新约的神呢 才是仁爱的 怜悯的神 这个好像我们现在 也有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啊 所以他认为福音是爱的福音 绝对排斥律法 绝对排斥旧约 所以他不认可旧约 所以他是历史上首个 要尝试编定圣经正典的人 因为他觉得前面的旧约部分 让他读了特别的不愉快嘛 让人产生对神产生误会 就觉得担心把神想的太严厉 太任性 太专制 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啊 所以他就拒绝了所有的旧约 他只接受什么呢 他只接受神圈保罗的属性 还有呢 就是被他修改过的路加福音 为什么 因为路加福音里面 他也有一部分旧约的内容嘛 所以他要把那一部分拿掉 这个呢 就促使了主流教会也要编写正典 你看这个都是有典故的啊 就是任何的事情 做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应对的对象 他呢 是柔和了灵智派的一些观念 但是他否定道成肉身 而且他宣扬禁欲 他宣扬禁欲主义 这个就跟希腊的一个 那个叫斯多噶派有点接近啊 波利奖呢 曾经和马吉安遇到过啊 听说好像有这么一个段子 说在马路上 两个对面对走过的时候呢 马吉安就问他 哎呀 你认不认识我呀 然后波利奖说 我当然认识你了 你是撒旦的长子 所以也挺搞笑的 在天主教百科全书里面呢 说马吉安分子是基督教 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敌人 这个就是天主教对他的定义 还有一个派别呢 叫蒙他努派啊 这个派别呢 我们很难说他是异端 虽然当时是被主流教会定为异端 但是我们在我的眼光看来 他算是极端吧 他不算是异端 门他努呢 他原来是一个异教女神的祭司 然后信主以后呢 他自称得到了先知的恩赐 然后呢 他有两位女先知 随后也先后的跟着他加入了 他们声称是圣灵宝慧师的代言人 传讲新的预言 像说方言啊 注重意象 预言 这些都是新预言里面 他们认为这些新预言啊 是和权威等同的圣经 就是说 他们自己看到的那些新的预言 他们也认为和圣经有同等的权威性 所以他们就拒绝接受主教的权威 他们主张什么呢 主张信徒皆祭司 让圣灵在教会中自由的运行 他们不觉得主教有绝对的权威 凭什么大家都是信徒 大家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这个观点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在那个当时那个年代啊 在异端平出的那个年代 你要这样提出来 其实是很挑战主教的权威 因为异端实在太多了 那主教他不得不动用他的权威 来归正教义 所以他这种 过早的提出这种主张 他就非常容易被异端利用 成为异端资深的土壤 所以当时呢 就把他给定成异端了 他当时呢 反抗教会的世俗化 主张 归一的信徒 必须要有真正的生命的经历 要有重生的经历 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啊 这个没有错 而且他也断言末日将至 新耶路撒冷呢 马上就要降临 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啊 结果后来没有来嘛 他这个谎言就破灭了 他呢是遵守更加严苛的道德纪律 他是严格禁欲的 守独生 然后禁止再婚 鼓励殉道 所以他这个派别的人啊 就是信仰上特别的纯粹 在这个派别的三位创始人 过世以后呢 北非教父特土良 也加入了这个派别 成为这个派别的领袖 我们知道特土良 我们下一节课会讲到他 他呢是特别向往过刻苦的生活 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而且他认为只有纯洁圣徒 组成的纯洁教会 才配得赎罪之权柄 而非徒有外在的组织的教会 这个他是他的观念 他觉得只有圣徒很纯洁 这样的教会 你才有能力 或者才有权柄去赦罪 这个当时他对这个概念 他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他当时是这么说 他说教会可以赦免重罪 不是拥有数位主教的教会 而是透过那由圣灵充满的人 组成圣灵的教会来执行的 所以呢 在那个就是前面 在那个205年 不是加太基 有两个为主殉道的两个姐妹嘛 一个裴百丘 一个斐利西塔 这两个人呢 都是蒙塔鲁派的信徒 他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信徒 因为当时的 有些教派啊 或者有些教会就非常的冷淡 有些世俗化 他们呢 是对这种世俗化做出的最先的回应 而且是教会性的回应 不是个体的回应 他是对教会进行改革运动的 这么一个团体 他这个派别在很多方面啊 比主流教会更加符合圣经 我们从他的一些教义上能看到 而且也充满活力 因为圣灵在里面运行 但是可惜呢 他过分高举先知 他自称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化身 然后他也过分的高举预言 他说预言是等同圣经权威 对吧 然后他也经常发生预言性错误 比如说他说末日马上降临 而且什么时候降临在谁家 这个呢 就 而且关键是他还要求信徒遵守 非常严苛的诫命 这些都是过于圣经里面要求的 所以呢 最后被主流教会就判为异端 这样呢 他就失去了影响主流教会的机会 比较可惜啊 我们看这张地图啊 罗马帝国的版图是非常的巨大 整个地中海成为他的内海 它是横跨亚洲 欧洲和非洲 所以呢 他这个时期啊 就是教会呢 就因为原始文化的原因 就无可避免的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教会文化 我们知道教会文化不是 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 它都根植在人类的文明底色上 这个就是教会文化 它不是教义啊 教义是唯一的 是神赐的 是圣经 但是在教会里面由罪人产生的 形成的这种教会文化 是各式各样 多知多才 教会根植在基督上 教义的表现形式 它的表现形式是教会文化啊 这个我们要区别开来 所以当时的教会文化呢 它根植在社会文化上 那个社会文化呢 就是由形形色色的信徒 一起构成的 那么古罗马的信徒是哪些呢 就是希腊和罗马 两种不同的文化载体 这个是很明显的啊 所以它对教会的影响 也是很深刻的 它也为未来埋下了 东西教会分裂的那个种子 它这种差异性啊 它首先就表现在语言上 大帝国的东西方 是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 东面是希腊语 西面是拉丁语 那罗马呢 最牛的是法律 对吧 罗马的成文法 叫罗马法 也是现在大陆法系的鼻祖 所以呢 西方教会呢 它就会更加的偏向理性 偏向讲法律嘛 讲法律你就会讲逻辑嘛 所以它就讲推理 讲逻辑 讲实际的应用 它就偏向理性 那东方教会呢 受希腊和波斯的影响比较大 希腊是什么 希腊是哲学体系 是行而上学 是思考日光之上的事情 它是行而上的哲学思考 它就比较感性 而且特别是波斯过来的风气 波斯嘛 有点倾向于神秘主义 因为它是自然神学的敌主 所以呢 它这样呢 整个东方教会的思想 就被这两股思潮波及到 它也会影响教会的信仰状况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 东方教会就比较神秘主义 这一点以后 在东罗马帝国 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 可以体现出来 我们现在去看 东正教的建筑就很宏大 非常的宏大 辉煌 那索菲亚大教堂 碳为官子 对吧 那个大的洋葱头 它的宗教仪式也很庄严 很神圣 那西罗马的建筑就相对来说 要简单很多 那西罗马的教堂就特别的扎实 很厚重 这种建筑模式一直要到 哥特式建筑出现 到文艺复兴时期 才出现了很多富丽堂皇的大教堂 天主教的教堂在罗马时代 其实是挺简单 挺敦实的 这个我们以后在讲建筑的时候 我们再来介绍给大家 我们在这一段的历史中 我们可以有一个总结 这个总结是什么呢 就是很明显它有一个交替出现 我们在讲罗马历史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它也有一百年的稳定期 有一百年的动乱期 再有一百年的稳定期 再一百年的危机期 对吧 罗马人类历史也是这样 那我们从教会历史上看 我们也能够在这一段历史上 看到逼迫和放松 这两个时间段交替的出现 那在逼迫下的时候呢 人就会很容易放弃 对吧 这个时候呢 真信徒就能显现出来 那放松的时候呢 大家就能够互相辩论 真理就能够显现出来 所以神用这两种时期的交替出现 来熬炼他的信徒 我们觉得这是神的目的啊 在逼迫时呢 信徒就会被迫的地理性扩散 将信仰就带到了罗马广毛的帝国土地上 为帝国的破碎做精神上的预备 当然帝国的破碎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啊 那当帝国成为瓦片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强大的教会 艰难地从废墟上站起来 成为社会的支撑力量 这个是神为一百年以后 罗马准备的大礼包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见雏形 然后在逼迫时期呢 教义很模糊的情况下 就非常容易出现很多的异端 然后在放松的阶段呢 大家就纷纷表现出来各种不同的属灵情况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 这异端也能冒出来 对吧 这样呢 就能归正各种不同的信仰形态 比如说异端的归正 信徒世俗化的理清 这个都是在和平时代 在放松时代你才能做的事情 在逼迫时代你连谈都不能谈 你怎么能够归正呢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世俗化 整个教会的世俗化 在罗马的后期 也就是国教时代 发展到顶峰 就完全不受控制了 那国教还产生了一些 政教边界的模糊 因为太放松了嘛 而且所有的人 阿狗阿毛 全部为了念子 或者说为了一种时髦 加入教会 这个时候呢 政教的边界就很模糊 他会让凯撒来管教会 然后呢 我们也会看到教皇 插足于世俗的事物 这个都是人类社会 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 你只要在人类社会中 你就一定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在后来的欧洲历史上 就看到神权和王权之间的张力 我们到时候会来很详细的去分解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要将这一切的事情啊 要放到大历史的背景框架里面去看 这样呢 我们就能明白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 难道还有相对的对和错吗 那也没有 我告诉你 没有绝对的对错 也没有相对的对错 有的是什么呢 有的是诠释错的 这个是我的结论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的人是有罪有限 是无知无利 所以我说诠释错 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人 我们是这样的人 注定了我们所有的做法都是错的 你不可能对 你只要做了 你就会有副作用 你的副作用就是错的 所以呢 我们要看明白这一点 我们就会对这个历史 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好在啊 好在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的神是能够用犹太人的错误 来完成他对全人类的救赎 他是这样一位神 所以他当然也能用我们人的错误 来推动他的历史 我们是活在历史中的 对错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情 我们应该关心什么 应该关心神的事情 神的心意 神的旨意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遵照他的旨意去行 这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 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 不是去评判古人 也不是说所谓的可以去吸取教训 我们当然可以吸取教训 但是相信啊 你相信我啊 真的放在这个事件当中 你未必能做得对 我们还是做错的 所以不是有一句话吗 说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 就是人不会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悲观 我们人是有限 有罪 无知无力 但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 他能够创造他的历史 我们只要在他的历史中有份 就是我们的福气 谢谢你 我照须家 他那些天啊 我就是 我照顾家 我照顾家